1月25号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是引述新疆乌鲁木骑士公安局官方微博的消息 罗列了上个星期三被抓捕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的诸多罪名 但是这些罪名都被伊利哈姆的妻子一概否定 同时海内外已经有超过1600人连署签名要求北京当局能够释放伊利哈姆 有关详细情况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大陆官媒纷纷援引新疆乌鲁木骑士公安局的官方微博消息说 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利哈姆·吐赫提与所谓境外东突势力勾结 利用可堂煽动推翻政府形成了分裂国家的犯罪团伙 官方还指称伊利哈姆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 组织人员充当网站管理员和通讯员、信息员 借机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 官方罗列的这一系列罪名显然让伊利哈姆的妻子古赞努尔无法接受 他气愤地表示他们实在太过分了 古赞努尔谈到警方至今没有告知家人伊利哈姆被关在什么地方 他自己的行动也一直处于警察的严密简史之中 不管是上街买菜、接送孩子都被警察跟踪 甚至他两个年幼的孩子出去玩 警察也要随身跟踪 对孩子们影响非常不好 据报道 现年45岁的伊利哈姆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 2006年 他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 成为外界了解新疆问题真实状况的重要窗口 伊利哈姆批评北京当局 推行民族歧视 对宗教信仰和正常社会活动进行限制 加剧了新疆民族间矛盾 伊利哈姆被大陆民间公认为是一位温和的学者 他反对新疆独立与任何暴力行为 还积极推动维汉两族之间的友好沟通 并寄希望与当局调整错误的新疆政策 但即使这样伊利哈姆仍然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 多次被拘留 软禁和骚扰 近来新疆地区局势紧张冲突不断 北京当局对新疆的维稳力度也不断升级 1月15号下午 警察将伊利哈姆从北京家中带走 并进行了大规模吵架 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表示 像伊利哈姆这样持温和主张的人都遭到当局的打压 这会让维族人觉得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 没有出路 如果说伊利哈姆 以他新公共运动的那些人一样走入了私人程序 一步一步地被共产党放入牢狱 那么这整个过程的话 我们也要为他进行呼吁 这不是维吾尔族一个民意的问题 胡佳强调 伊利哈姆是维旱两族沟通的几乎唯一的重要桥梁 但现在共产党把这个桥给拆了 1月17号 北京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王力雄 发起无罪释放伊利哈姆的联署行动 截至26号晚间 已经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1645人联署签名 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伊利哈姆 另据德国之声报道 古在努尔已正式聘请北京律师李方平 担任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 欧盟驻中国大使爱德河也敦促北京 澄清伊利哈姆被抓一事 并告知他被关押的地点 爱德河还对北京不断收紧人权的做法表示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对于伊利哈姆遭到扣押深表关注 并敦促北京当局公布他的下落 美国对于伊利哈姆遭到扣押深表关注